肝腹水康腹案例 患者今年81岁 2015年曾因饼干住院治疗 每天打掉瓶 抽水 住院期间用原始点条理 约21天出院 医生告诉家属 医院只能抽水 没有办法让患者不产生水 每月要回医院抽水一次 不久再次复发 直接改用原始点处理康腹 再没有回医院抽过水 2019年12月5日 患者发现肚子脏得很大 没有去医院 直接联系原始点志工 用原始点条理 当时患者浑身无力 需靠家人搀扶 无法坐下 也不能脱鞋穿鞋 体质特别虚弱 头痛 背疼 左臂疼 抬不起来 两手浮肿 双腿无力 眼睛干涩 左眼刺痛 腹部肿大发亮 尤其左腹特别疼 不敢碰 当时患者大便也失禁 经常拉裤子 小便气味刺鼻 颜色红黄 很浓很黏 尿在地上用抹布擦不掉 全是泡沫 初次处理时 患者无法趴下 只能侧卧 铺上电热毯 并用红豆袋温敷全身后 舒缓势底按推上背部和下背部 还按了一侧的肩部原始点 和同侧的臀部原始点 共十几分钟 再用姜粉泥做换处按推 一边喂吃姜粉泥 再用吹风机吹热 反复三次 使热源尽量渗透腹内 直接温暖器官 再用红豆袋从头到脚温敷 换处也乐敷两个多小时 温敷之后 患者感觉舒爽 继续按推头部及另一侧臀部原始点 喝一杯姜粉 嘱咐患者回家后继续喝姜粉 后续处理 每天 1.按推原始痛点 2.姜粉泥按推换处 3.吃几口姜粉泥 4.全身温敷两个多小时 5.将汤洗眼睛一次 将汤洗眼后 眼睛刺痛消失 家人扶着在室内走几圈 但收效甚为 一周后入住工艺点全面调理 除了全身按推吃姜泥 增加 1.身粉一两 2.全身温敷三小时以上 局部贴暖宝宝 3.白天和晚上睡觉时都用电热毯 摄氏41度 4.将汤洗眼 5.运动 开始爬楼半层 气喘无力 第10天 用姜汤400毫升灌肠一次 熬煮浓浓浆汤一两半 深粉一两 患者可爬楼五层 下午还可在小区内散步40分钟 第11天 干姜片油一两半增加到二两 深粉一两 姜汤灌肠500毫升 姜汤洗眼两次 爬楼梯上下12层 第12天 干姜片增加到三两 深粉一两 姜粉泥50毫升灌肠 姜汤洗眼 身体所有的疼痛感全部消失 肚子已经小了很多 爬楼上下12层 左侧照片是12月17日 第12天拍的 第13天 姜粉泥灌长60毫升 爬楼上下15层 正常排便 没有拉裤子了 第14、15天 患者不愿喝姜汤 吃了四个急子 体力明显下降 肚子马上大了起来 爬楼乏力 第17天 爬楼上下12层 患处按推 姜粉泥灌长一次 肚子已经平复 第19天 可爬楼上下24层 姜粉泥灌长一次 基本没有什么症状了 左侧照片是12月24日拍的 总结 每天 1.按推全身原始痛点 2.红豆袋敷两小时以上 3.姜粉泥按推换处 4.姜粉泥灌长一次 5.全天用姜粉毛巾围要温敷 6.出汗就用吹风机吹干 使其舒爽舒适温暖 7.睡电热毯 8.姜汤洗眼 9.寄寒凉 吃温热性饮食 10.爬楼随体力而增加 第21天 已经完全康复 快乐回家 感恩张医师 感恩原始点医学 10.寄可 1.寄可